财富 名声 力量 拥有新世界潮流的元人 Hupperbest 他在发售前的一句话 让全世界的加密诱护们 取之入五笨乡大海 我的NFT吗 想要的话 全部给你 取贡献吧 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那里 Hupperbest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KuKu 在NFT领域中 如果说Priple Punk是财富的象征的话 那么今天要说的黑beats 可能就是潮流的象征了 随着BNYC元人的爆火 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元人的NFT衍生品了 但其中最抓人眼球的 还得是黑beats 这些穿着潮流的3D元人 是有一位叫Mexibian的 著名数字艺术家发起的项目 同时他也是BNYC 也就当初无聊元人183和2859的持有者 与同样火爆的Konix不一样 根据BNYC的NFT持有权利 创作者可以自由衍生品牌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黑beats 而Konix则因为一定程度上的版权问题 持有者在二次创作的路上会受到很多限制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BNYC会受到众多追捧的原因 而目前最早一批铸造出来的黑头像 只有35个 在OpenC上的地板价已经要33个以太坊了 其中还能看到BNYC的影子 贵是真的贵 单酷也是真的酷啊 黑beats的理念是透过NFT作为媒介 将风格、技术、社区结合起来 打造NFT时代的时尚领导者 而总量8192个的黑头像 即将会在1月19日进行他们的第一次销售 但是你必须要先加入名为黑beats的排名单才能参与发售 想要获得名额 你必须要在社区做出不同形式的贡献 可以是音乐 可以是时尚 也可以是艺术 只要你能将你的创作和黑be连接起来 把你的个人价值带入社区 你已经有机会获得黑beats 但前提 你肯定要先付出啦 如果你拥有黑beats的名额 那么你在19号就可以直接铸造了 而BNYC是0.2个以太坊 黑be强调社区需要的是质量 而不是数量 同时也希望持有者能够真正意义上的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但其实目前很多NFT头像项目 很多人都是奔着投机去的 铸造完以后马上到卖一波 连项目本身是什么也不知道 但这样长期是对项目不利的 而黑beats这种做法是非常符合web3.0中的自下而上的概念的 因为有了社区才会有项目 而在他们的discord中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不同创作者的创作贡献 无论是画作还是服装 目前参与项目的大多数都是艺术家或者制作人 强大的社区以及超酷的潮流设计 已经让黑beats在推特作用20多万的粉丝 而discord拥有33万的成员 而是被封的机器人都有62万 看得出大家对于黑beats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可的 那么在路线图中 早期的黑beats一共分为三个阶段 虽然路线图参考意义不大 但懂的都懂啊 但是我们能从中看出音乐 收藏 时装 这些与潮流密切的关键词 而目前黑beats还没透露更多的项目内容 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 而他们的项目网站将于1月29日正式启动 到时候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了 最后 就单纯从设计上来看 黑beats的质量 完全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优质的3D NFT头像之一 高质量的社区用户加上他们自带的潮流基因 在不久的未来 或许会引领出一批数字时代的高阶玩家 关注我们 这里是Cook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